这两个小时一开始我们给大家来看看 这要命的30秒也是人魔交战的30秒 拍到什么了 你看到这是台湾体大一年级的棒球队员 几天前被乡行车闯红灯给撞飞 经过了场就宣告不治 而乡行车在现场停了30秒 他一度要下车 最后还是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茫茫人海搜索了三天就会抓到了 居然还是一名失联的移工 失联移工怎么了吗 这就是今天水最深的地方 观众朋友 你知道他们在台湾是如此般的存在 仿佛结界 明明知道他们落跑了 但你就抓不到 他们还能开直播 当密衣海捞百万 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人力银行 仲介抽头 轻轻松松获利上千万 暗开的产业链 今天我们独家为你采访到 听听看这形成怎样的国安大危机 事实上这个新闻让许多人 看了都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这个阳性的台底他的身 他其实本来耗了这个骑摩托车 骑这个摩托车 结果被一个闯红灯的车辆给撞上 那经过三天的这个抢救 其实我真的讲非常的遗憾 他依然不自身亡 所以他的学校现在决定 想颁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他 但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你会看到这个造势的这个车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居然他还停下来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在讲说 如果当时他停下来的时候 把这个伤者送医的话 很有可能不会造成这么遗憾的一个事件 不过呢 这辆车子居然停下来 而且你看他居然还开了车门 感觉上应该要下车查看的哦 结果没有 就在我们讲话这个过程当中 他居然就把车子开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 这个是人魔交战的30秒 你停在那个地方 你要是下车的话 也许早几秒钟早几分钟 这个孩子可能还有救 可是你跑了 你跑了你就变兆逃了 你撞死人你还兆逃 所以呢现在警方啊 当时用这个所谓以车追人的方式啊 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之后 发现到了 哎我跟你讲啊 当时车上其实有两个人 迪西东一个驾驶 我告诉你哦 他是一个窃盗的通緝犯 但是在一查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这两个人 都是所谓的失联移工 那所以呢 他们本国籍不是在台湾这边 后来呢 其实警方在这个 警方在争霸呢 现在到目前为止 开车照逃了这个 所谓的诚信仪空 他要以肇事逃逸 制止罪来进行侦办 另外一个在副驾驶座 就是你刚刚看到说 你是开门要 好像也准备下来的那一个 到目前为止 他是违反入出国移民法 像要送到这个所谓的 移民署的台中专情队来收容 但是呢 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说你这个后置的处置 都救不回这个杨信仪大生的 这样一个生命 所以也让很多人开始关心到 说台湾这些失联移工的状况 到底我们有什么 一个方法来处置吗 我们先来看过去几个例子 事实上在不久之前 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失联移工 诚信男子 那个时候是警方在路上 领检这个摩托车之后 发现一个摩托车 站得摇摇晃晃 你知道吗 他要去领检他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这个驾驶 就立刻就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 而且你知道他跑到哪边去 你知道 还跑到旁边 那个什么台铁的宿舍去 动员铁路局的员工 想说警察在抓人 你知道 一大堆出来 帮忙去抓他 后来才发现到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驾驶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失联移工 他在五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被通报失联 平常是在工地打零工 结果这一次 喝了这个酒 结果他就讲说 没有啦 我平常工作的时候 就会喝一些 含酒精的饮料来提升 但是提升到最后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样一三不准被警察压制住 你不觉得这个也很荒谬吗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我刚开场跟各位形容 跟结界一样 你明明知道这里有一条线 那里有一个空间 有一群人就在里面 可是 你抓不到他们 这就是现在最吊诡的地方 我觉得还有更吊诡的是 你抓不到他们 但是好像我们生活中 常常会遇到这些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 官方的统计 移民署 他说截至去年底的时候 目前失联的移工 已经达到 8万6千5百23人 平均上面来讲 一年增加6千人 6千人什么概念 你知道 一天将近有17名的 那个移工失联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刚刚讲 好多社会案件 一些东西 都跟失联移工有关 所以网友就讲说 如果你政府有心肯抓 你一定可以抓到人 听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那个数字 8.6万人 在外面 你想说这些人落跑了 你离开原雇主 你在台湾 人生地不熟 你活得下去吗 今天我们就独家 为大家访问到了 你知不知道 这一些通通失联的移工 有一个暗黑产业链 他们居然有自己的 人力银行 今天我们就访问到 人力银行的头 他来告诉你 这些人如何安排工作 这些人如何 好日子过得油滋滋的 你听 我飞翁我跟你说 我飞翁是 我飞翁是哪个 每10天落一百 一个月下来时 在你方便 我10天落一百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人结束一次 六四万块有 我给你报价 台湾看你如果是居家砍户 我说居家砍户 我给你报价最少2600以上 那个2600 挖到包括华侨 你是华侨 你如果台湾本身砍户 你也很坏 好不好 但是现在的人很坏 我会看 他们差不多 五二十米 这个你们看到 这个就是专门服务 失联外劳 陶逸外劳的 这一些所谓的 他们专属的人力银行 他刚才说 四万八一个月 哪里有这么好赚呢 他们给得出来 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 还有 他说这些陶逸外劳 来这 做做一个 做四当五当 赚保了 就可以出境了耶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失联本来他们应该是在社会的阴暗面 结果居然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生态链 而且他怎么可以在这边确保我可以待满四年五年 你政府在做什么 你怎么都不去自己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供需市场的不平衡 你刚提到说政府 现在的劳动部长许秉称出来 他说为了加强贺阻并且严惩 这个所谓的非法聘雇 劳动部要修法加重法环 他怎么修你知道 第一个就是我如果抓到你这个非法聘雇的话 我基本上我要加重你的这样一个行则 还有罚则的部分 甚至他讲说 我告诉你 我对于你这原先引进他们进来的这些所谓的仲介 我也要对你施以处罚 可是我们就回来看 老实说你要讲说 现在大家要去抓这个非法外劳 你也要有人能够下去抓 你知道吗我们到目前为止统计有八万六千多个失联移工 全台湾在抓这个所谓这个失联的移民官 才五百个人而已 五百个人你要怎么到处去抓 五百个人要去挖出八万六千人 那简直如登天南 所以永远都只能靠这种零检 或干嘛的时候在路上随机来找到一两个 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到说 我们现在茶器的能量根本都不足 这第一个 第二个许明川现在在讲说 我对于非法聘雇的这一块 我要加重你的这个罚则 我认为赞成 可是也有这些所谓合法的外劳的仲介 他也就讲说 我今天是 我也是走你政府相关的法令进来 该缴的归费我也都缴 他觉得说如果今天要杜绝 这个所谓的外劳逃逸的话 他说应该要学新加坡 对于非法拘留预期 这个拘留者 应该要以边刑来做 那我也必须讲 我们台湾的刑法其实没有边刑 边刑其实是嚇阻的意味更大 因为他是公开边刑给你看 让你会怕 但是他也提到说 你看像美国 美国不只要抓去关 还要缴罚还之后 才能够遣返回国 我们现在都是抓到之后 直接送移民署的 移民署之后 就把他给遣送回去 对他们来讲根本不痛不痠 甚至也有外用仲介 就讲说 我仲介 其实我本来引进他进来的时候 我本来 我就是把他交给这个雇主 我该我做管理的部分 我也做管理了 结果你因为这个逃逸的外劳太多 你政府抓不到 你把我当成所谓的人蛇集团 我也是被害者 你现在新的要修这个法 你还要把我给重罚 他也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现在对很多民众来讲 就很简单 如果今天这些所谓的失联移工 离开他原来的工作环境 政府有没有办法下去抓 那我们也很好奇 你刚提到了说 像这个仲介的部分 他是往地下市场去 可是原先引进他的这个单位来讲 他是不是也缺工 那你缺工的问题怎么解决 马上就有网友讲说 哎呀政府好厉害 政府知道怎么解决 他就引进所谓的印度移工进来补 反正你有新的人进来 你今天这些旧的人跑走抓不到 对政府来讲根本不痛不痒 好我们听到了如结界一般的存在 八万六千人的逃逸移工 是能逃到哪里去 刚刚我们独家为大家专访的 人力银行的头 他描述出一个暗黑的世界 黑还有更黑 今天社会观察家建民来到这个地方 建民来告诉我们 居然还有这么一群逃逸移工 转进了帮派 转进了堂口 而且他们还身居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因为这些四联移工有没有 其实我认知的名词 我朋友他们在那边讲都是讲说逃逸的 对那因为这些逃逸的这些四联移工 有没有数字这么的多 到八万多人 很多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其实他们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 我要举例是什么 他们这些四联的这些四联移工有没有 通常都在帮一些帮派做什么事情 帮派会把分子会把他们吸收起来 早期我们这几年 这五年来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些公庙的一些 那种行刑式的枪杀 最后警方都找不到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帮派分子会吸收的这些 就是逃逸的 把他们吸收起来干嘛 把他们训练成为杀手 那训练成为杀手 然后就会让他们去执行这个枪杀案 那为什么台湾永远做不到这些 当下行刑式枪 开完枪的杀手 因为其实这些兄弟有没有 都会帮他们SOP 帮他们安排好 你今天去开枪 开完枪以后 我会把你接送到哪里 然后把你送做统治出去 然后这个价码还给的蛮高的 通常都会给他们这些 逃逸的150万至300万等 所以也说这些失联的移工有没有 在台湾 他其实为什么还有办法生存 是因为他们都最后还是会被一些 黑社会这些帮派分子吸收 那其实为什么 这些黑社会分子帮派 要把他们吸收起来 因为看中的也是什么 看中的是他们的一些 也有他们的资源在 就举如金香国 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越南的头的时候 就是刚好就是逃逸的 朋友介绍给我 那我朋友他们也是混组织 混帮派的 当下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怎么会找这些越南人 有跟越南人做生意吗 他说这些都是逃逸的 那当下其实我对逃逸 这几个字我还不太了解 但是我现在今天看到这新 这几天看到新闻 原来他们就要做说 失联移工 原来就是在台湾 他们只要被抓到 他们就被钱送回去 所以当下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说我朋友告诉我 我现在就能理解 为什么他要跟他们配合 他就叫他们干嘛 他会帮他们安排工作 他会比如说 他会给他一笔钱 让他去小额放款 那比如说 他可能今天 他认识了一个越南头 我可能我会给你一百万 那你一个月 你要回我十万块的利息 就是一个月十分就对了 那你要去放给人家 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 我不管 那我问我朋友 我说那你一百万给他 你不怕他跑掉吗 我当下还听到 他们在那边协议 说我还协助你 比如说我协助这个小张 你今天一百万你去放 如果人跑掉了 我会跟你共同承担 那我问我朋友说 那这么好的事情 你怎么不给我来放 对啊 因为人跑掉了 我还不用承担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哪有可能 现在一百万买给他去放 放十分的 他如果没搞错 我平时也要拔死 这就有点什么概念 我朋友有 就是这些帮派分子 吸收这些越南头 当下也是跟他讲好听话 最后也是会把他逼死 这有点像种 我抽取是卫生纸 抽一抽 用完我就丢掉了 他当下看重的是什么 看重的是知道说 他现在是逃逸的身份 那他下面有很多 认识的一些外籍的 那个打工分子 他可以放款给他们 因为在我们台湾 有没有越南的打工 他们很喜欢玩539 还有妞妞 所以他们这些帮派分子 也很喜欢吸收 这些逃逸的 好我们听见明 讲到这个地方 万哲 还有更夸张 刚刚是被黑道吸收 自己居然形成一个组织 寄生台湾 然后形成一个结界 是啊 我跟大家讲 现在非法移工 等于是把台湾变得怎么样 违法掏金的天堂宝岛一样 你知道吗 就光看这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这个有这个 来台湾 嫁来台湾的这个女子 越南女子 结果呢 她后来离婚之后 跟所谓的在地民众 结合起来 开所谓的非法公司 引渡所谓 她的那个 越南老乡的一些朋友来 已经获利 光是仲介费 2500万 一个人抽10万抽到2500万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还在想说 你离开原雇主 你吃穿不会成问题吗 没有 赚得油脂脂的 然后又合法 掩护非法 难怪一直抓不到 而且抓不到就算 这又研发很多社会问题 怎么说问题 现在在台湾 不是医美很流行吗 其实这个东西 也被他们盯上 这些非法移动 想说 那我来台湾 自己来做当密医怎么样 我当密医来 所谓开一个诊所 来帮助所谓的 这些非法医美 来帮忙做整形 好大的胆子 当密医 对 这个密医不是开玩笑 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产生医疗纠纷的时候 这个是会 直接会闹出人命的 这个密医有多夸张 大家都知道 很多外国人来台湾 希望能够来整形 来做医美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 也被所谓的 非法移工所盯上 这个越南籍女移工 来台湾 等于是开了所谓的 这些密医诊所 整形移工的诊所 甚至两年内 他又捞了好几百万 还开直播缆课 你知道吗 甚至他帮忙处理什么部位 包括你要封唇 你要割双眼皮 甚至你私密部位 要做些微诊的 他通通都有包办在里面 你就知道 这个密医坦白讲 他无所不能 他非常的通通通包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过去看 这些诊心外科的时候 基本上都有所谓医师执照 甚至连护士都要有些认证 可是你看这些密医 通通都没有 而且他动刀的部位 是非常 这个点是敏感的部位 那你要这些 这些人来这边之后 如果真的产生医疗纠纷 我们法律能够救得了他吗 当然不行 你法律第一个就出现 非常大的漏洞之外 这些非法移工 会不会到时候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接下来还有印度移工要开放 这个真的是要非常重视 包括我们的文化跟语言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做好 所谓的配套政策 这才是重中之重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曾经在选前掀起了滔天巨浪 八八会馆这件事情 那个主角洗钱大亨郭哲敏 传来消息消息 原来他这个月 就已经五千万中保了带子 带着这个电子脚僚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问题是 他就是不用再关了 雨萱 难道两个问题 难道不怕创供吗 第二个问题 是更大的一个怀疑 难道黑白两道都瞧好了吗 所谓的八九个月的所谓的关押 所谓的五千万的中保 都只是走过场吗 俊阳哥所以大家台湾有一句俗话 叫做笑评不笑昌 或者是有情话事没情话事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郭哲敏已经验证给你看了 各位 曾经我们还记不记得 过去在选举期间 那个时候赢得风风雨雨的 八八会馆事件 郭哲敏的好不容易 人从国外拉回来了 结果到现在为止 才九个月的时间 不好意思 他已经交保了 但你看一下 他涉嫌的案件有多重大 一个叫做博弈 以及地下汇队 总共零零总总加起来 至少将近快要十个案子 结果这217亿的金额 跟你讲 五千万就能交保 他的财力也相当小 还真的拿得出五千万现金来交保 虽然说最后说你要带电池脚疗 你要限制租据 你要出境出害 不过这一出战役 已经狠狠地打了我们的检调 打了我们的司法系统 一个脸 代表即便他最嫌如此重大 罪证如此确凿 办不了就是办不了 因为他就是有钱有门路 好 我就问你 今天他的交保让外界都在怀疑 你回头来看 会不会黑白两调早就瞧好了 从他泰国押回来的时候 其实都瞧好 不知道 打一个问号 不然你回头来看 他关押的这个九个月的期间 开了几次情 通通不认 这个蛮不符合一般被关押的人 我都马会认一点 换得轻判 没有 都不认 是不是他心来 我就讨论了 我要认识 居然跟你来行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如果你不认而事后检调查出相关的事证的话 这叫最佳一等 因为你妨碍办案 所以他可能还会跟法官要求什么 从众量刑员 毫无回忆 就是啊 但是他如果说从头到尾 不认代表郭泽民 他有什么样的底气 我绝对不会被你这样道 那奇怪啦 郭泽民能从国外回来 哪来的底气呢 来你看他说地下汇队 我都不塞 博弈网站 他说 那个都国外的 我只是消费者 跟我都没关系 各位一听起来很荒谬 对不对 但不管 重点是什么 检调还真的查不出来 这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叫做不认真 一个叫做是 郭泽民早就把犯罪政情 统统清理干净 但不论是哪一个 恐怕都会让全民失踪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于司法的信心 本来就已经很薄弱的状况下 如果你在跟我讲 全世界 全台湾都知道 郭泽民涉嫌重大 他就是老板 结果拿不出证据 拿他没办法 现在只能让他拍拍屁股 就走人走出 我们讲的看守所 所以 延避空跨避空 诶 导播我们再看一下 去年八月 他在那个机场 押解入境的这个画面 一身清爽 一身名牌 你告诉我 这个如果真的 大家都聪明好 那真的我觉得 把大家做战斗 虽然哥 我跟你讲 这个画面有一个玄机 我们持续地放 为什么会这样讲 第一 你从国外被带回来 通常是什么情况 就是皇当劉 皇当劉的时候 你为什么 急急忙忙身上 很落魄 然后这个跟流浪汉一样 甚至是 那个情况可能是很紧急 然后随便拿几件衣服 但你仔细看郭哲敏 这个像是那个样子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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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出国度假 乘回来才穿这款的 要没清楚 所以很显然 那时候 大家是不是在讨论 说郭哲敏 原本都找不到他的人 那为什么 后来突然现身 后来现身的时候 跟检调配合 然后相当地配合 你接着就回来台湾 各位 就你仔细看 现在一一地来说 身上那一件 也是名牌 两万元的批牌大衣 那眼镜有没有 掛一个眼镜 不好意思 那个眼镜也要三万块 而最了不起的是 他的鞋子 我们刚刚镜头 是不是画面 一直在给你特写 他的鞋子 有没有看到 那个也是名牌 七万 所以林宁总统 各位你看 黑色上衣 优贤的白裤 好像刚刚打完小白球一样 配上那一双潮流的联名款 不好意思 总价二十万元 你跟我讲 这个像是 潜逃在外 被检方带回来的人吗 而且走这个机场 好像给他星光大 大家来看看 最新新品展示秀 开什么玩笑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这个就叫做有备而来 还没有完哦 今天进来之后呢 在法庭上 每一次的出庭 那个细节 都是媒体要捕捉的 你去看 他如此的充容 充容到你会觉得 不可思议啊 因为一切都在预料当中 为什么会这样讲 各位 你看他在法庭上 曾经还一度说 我恐慌症发作了 然后各位 神奇的事情来了 马上旁边的人 不知道是律师 还是他自己的 这个其他人 利药给他 你不要再骗我 好不好 哪有这么巧合的 你说发作就发作 药马上就来 然后他也不分 这个不管 三七二十一 马上拿药 现场法庭喝水就吞 而且法庭拿来的水啊 你是到底谁带来的 总之那时候 法官非常不开心 说 你这藐视法庭 他不管 我药照吞 那不只是这样子 还跟他女友 因为各位 他是公开审判的庭 所以说他也有人可以旁观坐在后面 然后一下子 转过头来跟前帅君那边 眉来眼去 眉来眼去 深情对望 他们讲的太离谱了吧 还可以这样 当法院士你自己人 各位 如果你是一个知道 自己即将被判刑 甚至知道说 我已经被压好几个月 我可能永无天日 你还做得了这些事情吗 所以很显而一切 一切都在他的计算当中 好 宇先生一开始 就跟我们讲到了 五千万重宝 对老百姓来讲 这五千万 不要讲五千万 可能一千万就压死人了 五千万重宝 问题是你要看他口袋多深 对他来讲 九牛一毛吧 因为五千万 你通常大家要总几 就算你很有钱 身家好几亿 身家十几亿 你要突然总出 五千万现金 容不容易 其实不容易 因为那个周转 没有那么容易 很多人他都是有资产配置 在银行 然后你要提名出来 没有那么简单 结果没想到 他瞬间就拿出五千万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讲 他底下的人 他说不是老板 对不对 他下面的人有人出来讲 瑞士科技的总经理 一名这个女性 她说什么 我那时候从基层干起 然后一路跟着郭哲敏 最后她说我当上总经理之后 直接给我两千万购物金 购物金 出手就两千万 不是啊 你到底要买多贵的 两千万都要买整档了 然后呢 计奖金两百万元 吓死人 而且各位还有公司抽成 净利两% 这个其实才最可观的 君强哥 你不要看前面数字好像很大 你想想看啊 我们讲这个洗钱就两百亿 你想想看这个整个诈骗金额 包括我们讲的 整个汇队的金额 赌博的金额 有多少钱 吓死人好不好 两%这有够多 他说我当任职八个月 我就赚了两千四百万 与此同时呢 巴巴会馆有另外一个要角 叫图成文 各位还记得吗 他也是汇队洗钱超过百亿 结果这个图成文呢 在整个案发之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讲 有两个检察官相关的涉案人员 一下去巴巴会馆 一下去图成文呢 相关的这种我们讲 场所里面的进进出出 频繁来往 结果没有想到他要跑之前 还说 我跟你讲 这个案子要动了 快走 所以奇怪了 你怎么会知道 手机对话记录里面 怎么会有这个段 然后结果果不其然 到现在为止 剪掉还是找不到这个图成文 而且跟我讲 没有出镜记录 你不用查了啦 他就坐一趟走起来嘛 人就没了嘛 不在台湾了嘛 所以你就 大家你就讲 看完这一出 真的是把检掉的脸给洗烂了 而现在 即便检掉丢了脸 但毕竟是520之前的检掉 新上任的法务部长 郑明迁 大家都对他有期待 为什么这个郑明迁有期待 因为他曾经放过 我们讲的林芝庙也好 高宏安在北前 过去你再更早一点 叶士文也是他办的 张荣卫也是他办的 既然他对于国民党办案如此犀利 而如今会不会把这个苗头转向光电 甚至转向我们讲的八八会馆相关的案件 甚至是柯文哲 大家都在看都在期待 毕竟过去他是赖清德的爱将 居然给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他是赖清德爱将你知道吗 因为曾经赖清德当年在街头 是不是曾经劝阻一个路人 最后被人家打得鼻青连走 而把那些人收押甚至重判就是郑明迁 而这个郑明迁的报恩 如今会不会变成报应 用在郭泽敏身上 攸关赖清德上任之后 520第一个月的民调 董哥你这么看 其实这个案子大家一看 他根本就有问题 大家记得吧 朱国龙事件 贾保金五一也照跑 你给他五千万他不跑 他的同伙 大家刚刚听以前讲 涂成纹怎么走的 这汤啊照 那桶子 你说我有脚疗有用吗 我们现在到基隆到台南 要多快有多快 各位朋友不用再表演了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在表演 大家就讲好了 一个人被收押 有两个原因 我告诉你 一个就是你会串政 所以我把你收押 第二个就是你会潜逃 那大家看 郭泽敏 他为什么被抓去关 因为他诈骗 然后他潜逃 他已经有潜逃的事实 跑去泰国被抓回来 他就是被抓回来 所以他有潜逃事实 是不是有很多很大的潜逃动机 当然是嘛 你把我放了我就继续跑 大家可以看 你说检察官灰头土脸 没有 那些检掉 其实跟他一起在玩 在骗社会大众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东西 觉得哇 真是有钱可以持轨推谋吗 那很多人 不管他的言行怎么样 他无形中 你在公家机关里面 就助长了这些诈骗集团 他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的嘛 那我们司法在玩什么 你要去指望郑明天 想都没有啦 郑明天就是一个非常政治 非常绿色的检察官 然后现在来干法务部长 简单讲 他比前面的蔡清祥更利 而且更有针对性的指标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所以他就是来用他 那我们今天其实看 整个台湾的社会 这些人都在表演啊 我们哦 这么多法官把人给放走了 有哪一个案例 说法官被陈处 没有 我刚讲的 朱国隆被陈处了 只有一个人 派出所所长啊 你把人放了 叫我要去电电盯他 结果他跑了 我要负责 这什么法官啊 这什么司法啊 每天都找一些基层的人来电党 这个太够分了 这些司法这样玩 你要再怎么欺骗台湾老百姓 也不要表演得这么好 所以 郑明 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八八会馆这个事件 滔天巨浪的这个郭哲敏 好不容易跑去泰国抓回来 现在居然交保了 五千万对他来讲 桌上的一块蛋糕 九牛一毛 我就问 不怕串购吗 或者其实该串都串了 甚至跟工部门 黑白都喬喝谁啊 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的观察 其实在我知道这个 就是这两天知道说 这五千万交保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次姻缘聚业 跟朋友他们一起吃饭喝酒 那时候这个八八会馆 郭哲敏的事件 刚爆发的时候 他出国嘛 那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吃饭 因为我朋友跟他们算同业 朋友就告诉我 就见他们在那边聊天 然后聊一聊 他就说 他们都称他为小民嘛 他说出国了 然后我就 我就听他们在那边讲 他们讲着讲着 过没多久就回来了 所以当下我就马上跟他插话 我说那可是近些年 那个洗米华事件 陈仁炎事件 这个洗钱 一被抓进去关 都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 才能出来 你怎么会说他能回来 那时候我朋友就告诉我 他就跟你讲 小民后面的势力的股东结构 人脉很强的 那会让他回来 基本上在台湾的事情 该面对的就面对 该承担的就承担 该去背黑锅的 就去背黑锅 所以我问你 在去年2023年的八月 我们看大政杖压回来 这个画面有没有 难怪他一派的清爽 悠闲 穿着名牌 全死去拍 原来都是走过场 就是关了八个月 也是走过场 五千万交保 也是走过场 因为他就是很淡定 因为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说 他在泰国会回来 基本上 他在台湾 已经都搭丁好一切了 那为什么他 所以也才造就说 他现在在法庭上面 他可以一概 他都不承认 因为通常 如果说我们很多人犯罪了 通常在法庭上 都会想说要自首 就是坦诚 那达到减刑的效果 那为什么都不承认 那基本上台湾这些 他是不是有找好人头 或者是有什么事 全部都已经交代好了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的淡定 所以那时候 朋友告诉我 这个新闻 这个news的时候 再加上我这两天看到 这个五千万交保 我可以印证了一句话 我朋友 跟他是同业 讲的这个news 确实是 应该就是非常可考 所以今天我看到 我就不会觉得很意外 很可怕 就是非常可怕 所以今天我发现 很可怕 还不能停 这次必有了 就算了 让我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